蔡依文总统日前来到台东 关心红业爱国浦地区 也特别到农田地区 与青年农民朋友一起面对面座谈 农业是我们台东 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除了传统的耕作方式之外 那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台东的青年人 他无论是在地或者是返乡 都相继的投入农业这个行业 带来一个新的耕作方法 还有行销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特别陪同蔡依文总统 来到陆野农田 跟我们几位年轻的农业从业人 从业者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里表达一些想法跟建议 给我们的蔡依文总统 那我们非常有珍惜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彼此能够互相的对话 也了解我们前年在从事农业过程当中 所需要或者是面对的一些挑战 需要政府来一起协助的 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农业是我们台东 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它对我们在地的文化或者是观光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一起来努力打拼 行销台东的农产品 是一个友善的农产品 对土地友善 对消费者友善 我相信那个共同品牌 对台东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再次的谢谢每位朋友大家的努力 立委刘赵豪表示 会持续的与农民朋友对话 了解现在台东地区农民所遇到的问题 进而协助沟通 也期望大家一起为台东农业而努力 东南宣众部的综合报导